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管理数学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最佳解 用的是Modify 在前面我们曾经采用的是 一个避回路的踏实法的方式 去检验是否为最佳解 那么同学说实在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现在有介绍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会比较快 这叫做Modify 这个比阶实法来说 使用来说简便很多 那么它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一个列函数叫做U 一个行函数叫做V 那么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图 列函数这边叫做U1 U2 U3 那么这边来说的话 V1 V2 V3 V4 现在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我们是有运输量的 这个有运输量 那么我们这边的成本是多少 是10 也就是说它所影响的层面就是U1跟V3 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呢 它影响的就是 它是一个成本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来看看 每个基本的运输量来说的话呢 运输成本就是UI加上VI 以这一题而言 U1加上V3 U1加上V3 它是10 再一个来看下去 这边呢 U1加上V4是多少 是3 来再看这边呢 U2加上V2 是6 再来这个呢 U2加上V3 这是7 这边还有 U3 V1 是5 U3 V4 是5 现在我们看 这边有几个位置数呢 这里有 1 2 3 4 这4 5 6 7 7个位置数 6个方程式 所以基本上来说 它是 其中有一个的话呢 可以拿来把它做固定 所有的其他数字都可以 用它来表示 所以我们 多了一个这个变数 我们就可以令 随便一个数字为0 0是最简单的 当然我们令1也可以 但是结果都不会改变 来我们的话就令U1是0好了 如果令U1是0 那么 V3就可以算出来了 V3是几呢 是10 U1是0 那V4是3 好 那我们从这边再看 这边不知道 可是我们从这里可以找到线索 怎么找呢 因为V3是10 这里是10 那么U2是多少呢 当然就是-3了 U2是-3 那这边V2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边-3加上9才是6 所以V2是9 那么再过来的话呢 V3已经知道了 不用写了 再过来是U3 U3的话呢 我们因为知道是 V4是3 所以U3是几 是2 U3是2 那么V1就知道了 V1就是3 我们全部都列出来以后 请各位同学将它的数字 就一个一个把它放上去 然后我们这样子解出来以后 这就是我们的成本 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途呢 因为啊 这边的话来说 我们填都填下去了以后 放在上面 这两个加起来 是3 因为这里运输到这边去 这边是7 这样子的结果 假设 我们来看一下编辑成本 如果说这里啊 有数字 那么我们会不会比较滑的来呢 我们可以这样的check 4 减掉 0 减掉 3 我们发现是正的 正的代表的是 它是会增加成本 所以我们这样的来检视 会比较简单 来我们来看看编辑成本 是否会负值啊 来我们看一下 以这个题目来说 4 减0 减3 是1 再过来呢 这个地方是 12 减3 减 减负3 再减3 那就变成 还是12 如果说这里 有增加数值的话 都会变成正值 代表的是 它是 会增加成本 所以这边打叉叉 是没话说的 那再来看呢 这个呢 这个 两个都减一下 你发现是2 这个地方来说 13 减2 再减掉 9 那 还是正的 这个呢 这个12 减2 减10 是0 0代表是 刚刚好 没差 这个呢 9 减负3 再减3 那还是9 这里每个都是正的 我们就确认 这个整个数值啊 就是这个数值 这样的安排 是最佳解 最佳解的方法 是不是会比 刚才的那个踏实法 要来的简单一点呢 这样就可以直接用看的 会比较快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整个题目的这个流程 先跟各位同学介绍 最佳解的做法 就是说 你不论是用西北角法啦 最小成本法啦 佛格法啦 都没关系 先找出一组解 然后把所有的UI VI 算出来 那么记得 两个加起来 是中间的这个 从基本解的地方 着手 加起来是它的成本 好 现在往下走 计算其他的 就是非基本的 就是你原来打XX的 那个地方 我也知道 如果说 全部都是正的 哎 怎么样 最佳解 确认了 如果说 只要有任何一个 是小于零的 代表什么意思 还没有达到 达到最佳解 我们必须要找出了 它的这个避回路 就是在前面 我们介绍的避回路 一个加 一个减 一个加 一个减 然后做完了以后 做修正 然后做完修正之后 新的资料 做出来以后 记得 再把所有的UI跟VI 重算一遍 重算一遍以后 再来check 所有的 这个 非基本的 打XX的格子 是不是都是正的 一直做到正的为止 全部都是正的为止 那么我们来做个立题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看 这个题目 是我们在前面 曾经做过的一个题目 那时候我们采用的是 西北角法 西北角法 做出来的这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看 它到底 是不是最佳解 直接看 看不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UI跟VI来做了 UI的话 这边叫做 U1 那么我们 先写一个U1 这边是U2 那这边是V1 V2 V3 记得 U1 我们基本上 先假设为0 这样子比较好算 因为 这个位置数 我们的基本变数 只有四个 可是我们方程式 有五个 其中有一个 我们随便可以令 另一个U1是0 这两个相加 是它的成本在这边 记得这边是几呢 这就5 那么这边叉叉的 我们就不要理它 这边叉叉的 我们先不要管 因为只有我们有量的 我们才要管 这两个加起来是7 所以这边要写7 叉叉的 不要管 那这两个加起来 这里有数字 这两个加起来 这边要是3 那这边就是 负4 负4加7才会变3 好 那这边呢 这边这个数字 负4加上这个数字是5 那这边当然就是9了 好 9 我们已经列出来了以后 我们来check这一块 台东运到台中 台东运到台中 这个地方 这个XX合不合适 台东到台中来说 如果说它的编辑成本 就是增加 每增加一单位 它会不会 有提高成本的问题 来看看 这边的话呢 这边是6 扣掉负4 扣掉5 发现是5 大玉林 大玉林代表是 这个X的好 没错 这个地方 这边增加了 反而会增加成本 所以没问题 现在再看这个 这个合不合适 花莲到高雄来说的话呢 这边是4-0-9 哦 负5 负5代表什么意思 它增加成本 它增加的量 这个运输量 会降低成本 所以代表是 目前来说 不是最佳界 还有更好的空间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我们 把它做一个回路 这个地方来说 它以这个来说的话呢 它的回路是这样子一个圈圈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加几 加Y 那这边就减Y 这边加Y 这边减Y 现在看这里的话来说 最大的数字是几 这个是100 所以另外是100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它的答案 这边要变成100 这边是100 这边是0 这边是300 那么我们就把它改成这样的写法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样子是我们的新的 这不是西北角做出来的结果 这样子的结果 是不是最佳解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东到台中啊 0 这个地方来说 还是一样 要做一次 这两个下起来是5 这边的话呢 做起来会比较熟练了 再看这里 这边要几 这边要4 有了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两个加起来要几 5 所以这边要写1 这边呢 这两个加起来要3 所以这边要写2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台东到台中 6-1-5 0 没问题了 OK 没问题 再看一下是花莲到台北 花莲到台北的话呢 这边是7 7-0 减2 5 它都应该要查查 所以这个已经达到了最佳解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方式 会比原来的那个踏实法 看起来要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可以在表面上面 直接操作 这样看起来会容易很多 那么运输问题 这个题目的话来说 是看起来的话呢 好像蛮麻烦 其实各位同学算一算 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介绍的是 一个modify 是确认一个解 是否达到最佳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么比起那个踏实法来说 算是简便很多 但是如果各位同学要记得 不是最佳解的时候 怎么做 必回路修正 全部从头开始计算 就是要回到最原始 再做一次计算 那么不要怕麻烦 确定最佳解的话来说 才能找得到 谢谢观看起来宝贝